或者哪一個都可以 如果我今天用的方式不是用那個函數的方法抓 而是我希望怎麼樣 剛好也許是旁邊增加一個按鈕 按下它之後的話 當它這個查詢 比如說我今天要查的是004 它就自動在這個範圍裡面 幫我把004的其他資料給抓過來 不過這裡可能用的方式 就是前面講的 你跑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第三列到最下面一列 要做什麼呢 如果寫法跟前面我們寫過差不多 就是如果呢 它的哪一個呢 它的A欄 Sales A欄裡面的資料 跟我們的查詢的這個儲存 這個儲存格是H3 如果它跟H3裡面相等的話 那就幫我把什麼呢 它的同一列裡面的 B C D E 幫我帶到哪裡呢 帶到H4 H5 H6 H7 有沒有 這個部分的話 實際上 BBA的資料 算是複製啦 找到的幫我把它摳過來 所以程式上基本上 就是第一個 跑回圈 第二個做邏輯判斷 第三個 如果找到了 幫我把什麼呢 把比如說這邊 找到是A欄 幫我把它的 B C D E欄 這邊的資料怎麼樣 搬到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當然前面這邊的話 我們是跑回圈 基本上一定會用Sales 但是如果你搬過來的話 這邊的範圍是固定的話 你可以用Range 所以這邊的話 基本上都是前面有講過的 只是說 可能要稍微想一下熟練度問題 OK 那這裡的話 我們大概看一下 基本上呢 我的寫法是這樣的 大概也不會差太多 第一個 一一樣是Visual Basic 打開來 二的話 在我們這個地方 插入一個模組 模組裡面的話 就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叫做查詢 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也叫查詢 那我要查詢的方式的話 基本上 第一個 我這邊的話 直接先把什麼呢 把我要查詢的條件 哪一個條件呢 就是根據我的H3儲存格 裡面的資料 那我把H3裡面的資料 先丟到一個X好了 基本上這個X是一個變數 不過其實你如果要 要不要帶多一個X 少一個X 其實也無所謂 你不加這個好像也沒有關係 基本上我那時候 不加也沒有關係 那但是 習慣上我會先把條件 先丟給一個X 做什麼呢 第二個 跑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第三列 到第十列 當然前面講過 如果你不用第十列的話 要向下追蹤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arrange 前面講過了 只是做一個複習 從哪一個呢 從 a3 向下追蹤 所以 a3 雙引號 點and 前刮弧 向下 後刮弧 點ro 這個可能要熟練一點 因為以後這個 向下追蹤 向左追蹤 這個還蠻常用到的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 裡面就加一個if的判斷 這個前面寫的還蠻多的 所以這個有些 我想細節部分 就不贅述了 如果呢 他現在的這個 A欄裡面的那個儲存格 比如說001 跟 第一個啦 假設我3 跟004也不一樣 如果不一樣就跳過 不一樣就跳過 001不是 002不是 003也不是 再來的話 004 跟這個004相等了 那我要做什麼呢 把 他同一列的其他東西 搬到哪裡呢 搬到這邊來 所以這個概念可能要慢慢習慣 如果你要把什麼呢 把前面的東西 搬到後面這邊來 特別是喔 概念一定要有 如果BBA程式一定是 後面 丟到前面 這個概念要有 所以我的寫法 就是 後面 指的是哪一欄的東西 有沒有 就是B欄的東西 張宏才 丟到哪裡呢 丟到H4 所以這邊的話 我把它改成H4 這想像 跨那個工作表 H4 固定的位置嘛 然後呢 再來是H5 H6 不好意思 這類推 因為都H藍 H5 H6 H 這個應該是H6 然後H7 OK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我有多補了一個敘述 叫H6 叫H6 H6 H6 這個H6 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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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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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你不加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頂多是浪費一點時間而已啊 他往下再找 005不是 006不是 就跳跳跳跳跳而已啦 那這個相差時間不會太多啦 頂多是 萬分之一秒吧 我也沒什麼感覺 不過加一下 我覺得會比較OK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 跑這這段程式 那當然最後加一個按鈕 那我們基本上的話呢 就直接查詢 先把查询的东西丢给X 这个时候因为H3里面放的是004 所以X现在里面是004 那他就一个个去跑 第三列到第10列 没问题 第1个先抓到什么 Sales第3A3里面是001 001跟004不一样 所以再跳过了 002不一样 003也不一样 再来004 OK所以这个时候004跟004一样了 所以会怎么样跳到里面来 怎么样把资料搬过来 所以他后面的东西 帮我把他搬到前面来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指的是什么004的张宏才 那我希望把这个张宏才 帮我搬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记得写法就这样 这种写法如果我发现同学 比较会有问题 还是不够熟练 后面东西搬到前面而已 然后呢我就直接 F5 再把F8 执行一下 这样的话就搬过来了 那换下一个 张宏才然后28288 822吧 然后再第2名 然后YOU OK 那你会发现资料就全部搬完 另外 也是F5意思说呢 我就叫你了 他 本然后面 F5回圈呢 还要再继续往下 那不用了 找到了就不用再往下 那这个尤其是你如果质量多的时候 会感觉比较 比较明显 尤其你资料量 大概少没什么关系 Is it 4 OK 好啊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在旁边 再加一个插入一个按钮 比如说我在这边插入一个查询 我刚刚那个sub叫查询 所以 我们这边也可以叫查询 OK 好那当然 不过可能要一个查询 比如说我这边 005按个查询 你会不然刘宏君就过来了 006 查询 也可以 有没有 不过 这样的做法 应该 也没什么问题 只是 会有同学说 为什么还多一个动作呢 之前不是向下拉 按个 就不用按查询 也可以自动怎么样 自动帮我把资料带过来 那现在的话因为 我们那个sub 我前面讲过 那个sub 基本上 就是 如果你要执行它 触发它的话 你变成你要按按钮 它才会触发 所以如果你没有按按钮 它就不触发 那问题来了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 就是我不要按按钮 也可以触发 里面的 所谓的事件 事件是当什么呢 当这个储存格里面有改变的话 就自动等于是按按钮 而不要我再多一个动作 不过这里的话 这个可能牵涉到 VBA里面另外一个概念 所谓的事件驱动 那事件驱动就是说 因为在以色列里面很多地方 每一个物件本身 都会有一个事件 比如说当这个储存格被改变的话 那就是你要去抓到那个 当这个储存格被改变的 那 储存格被改变的话 你可能要知道 就是工作表物件 当工作表物件里面 某一个储存格 那你要判断哪一个储存格改变的话 那你就是去执行查询的动作 那这个可能又另外要 了解一个所谓的事件驱动 然后了解工作表物件 那这个要怎么做 我们待会 再来看好了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 这个查询的按钮先做出来 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前面 讲的 那只是说我在讲义里面给的那个参考答案 可能 会虚 应该OK 里面 for i 等于3到10 对应该OK 这个里面就我刚 只是说我这边多一个x 那你不用x应该OK 我干脆把它改成跟讲义里面一样 这边就直接把这个 x拿掉 直接就是直接跟什么 跟那个 h3比对 这样好像少少一行感觉又更简单了 OK 所以 跟 查询的那个除旋格里面 跟什么 跟a栏比一下 比完之后呢 帮我把结果拉过来 那当然你就 会有个麻烦的地方 就是一定要下拉清单按个查询 下拉清单多按个查询 不过倒也不会太麻烦 至少做得出来 只是说 然后呢 呃 程式就是这样啦 永远 你会觉得好像可以写更好 所以就会一直想说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那会不断要 找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待会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分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刚刚有同学问到说 我们目前的 什么呢 资料刚好是放同一个工作表 左边是资料 表 右边是查询界面 可是呢 通常怎么样 通常应该不是这样 通常是资料归资料一个工作表 查询界面归查询一个工作表 那如果说 像刚刚同学问到跨工作表的问题 其实如果我今天 我要查询的 资料 刚好在哪里呢 因为我刚有 把它搬到工作表3 如果我今天呢 我的资料在工作表3 那怎么办 其实到底很简单啦 如果是跨工作表 你就要多 需要一个叙述 一个物件名称叫 SHE SHE SHE的叙述 意思是说 跟他讲说 我的资料是在另外一个工作表 点 Sales 或点Range OK所以 假如说我们刚刚这一题呢 如果是跨工作表的话 记得 如果我今天 我要查询的资料 不是在前面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Range的部分 应该不变 主要是Sales 这个Sales 你可能必须在前面 多加一下 不过我觉得 这边 干脆把那个工作表3 这个改一下 这个也许叫 叫Data 可能名称 这样会比较 比较好称呼它 不然 也许你们不叫做 Data 可能 我刚刚叫工作表3 你又叫别的名称 那 尽量同意好了 Data 如果我的Data 是在 工作表名称叫Data 的话 那如果说我要查询 跨工作表的话 要怎么办 所以这边的话 请各位 先试完 待会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 第一个 如何让那个 不要按按钮 怎么做 第二个 如何让那个 跨工作表 的 这个部分 也能够实现 所以以后 反正如果跨工作表到底很简单 就是你多学会 一个工作表物件 然后呢 如果你自己本身的这个 不需要 去 指定哪一个 哪一个 工作表物件 但是如果你是跨的 别的 那你前面可能要加一下 工作表物件 就会有点像外线市一样 我们如果在台北市 比如说 哪一条路就哪一条路 你就哪一条 比如说我们这边 南京东路好了 就不用特别加 其他县市名称 但是如果是你是跨了 其他县市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加一下 那个 县市名称 到底差不多 大概逻辑差不多 所以待会 请各位先试着把那个 VBA 用VBA查询部分 先稍微改写一下